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儀器是腦刺激的儀器 專門治療抑鬱症 今天有一位朋友幫我們做一個示範 他已經患上了抑鬱症一段時間 慢慢接受治療後也有改善 首先需要病人 其實很簡單 他只不過躺在儀器上 然後我就會把它弄好位置 你昨晚睡得好嗎? 睡得好 都可以 是不是 我們便會幫病人的頭部 身體完全擺好位置之後 便會給他一個耳塞 你可以戴上去 因為過程之中也有些聲音 如果打了耳塞便不會太吵了 你坐的位置可以 上下 我就會幫你用一個紙條 去幫病人定位 就不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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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會有一個雷射的定位器 去確定那個投庫的位置 確定好位置之後 我們就會將儀器放置在病人的頭部 與此同時,我們會墊一墊病人的手 放置在這裡,放鬆的手,完全放鬆 我們要留意病人的手會否有一個動動 剛才看到,當磁力訊號放進去的時候 看到手部會動,尤其是在手指弓的位置 即是說我們的位置已經是正確 接著下一步,儀器就會嘗試去找手的力度 將病人的手指放在這個位置,放鬆 對,完全放鬆手指,對 接著電腦就會不停地發放磁力訊號 看看手指會否有動動 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電腦會大約進行二十次調整 看看力度,會否看得到 我們的目的就是找到一個最低而有效的磁力力度 去幫它進行治療 我們要找到它的運動區域 剛才看到手指動的位置 這部份其實就是控制手部的動動 根據電腦的推算 我們就找到它的情緒區域 就是我們叫左側前壓 只需要根據電腦的資料 我們放置儀器在它需要治療的位置 接著輸入了它今天需要的治療的深度 以及它的力度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治療 我們現在就開始治療了 舒服 如果這個病人的情況 如果這個病人的情況 譬如打到它的位置 剛好的位置 我們不只需要它調校的位置 就可以改成這個情況 剛才那個病人的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很簡單的 他只不過是躺在儀器上 接著接手治療 前後大約50分鐘左右的治療 當中他的過程是完全清醒的 看書、玩手機是絕對沒問題的 我聽到機器很大聲 有什麼感受呢? 其實那些爬爬聲是來自於很強的磁力 但是我們這樣說 如果你放磁力在身體上 其實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不過始終是它裡面有很強的能力 所以可能有一點輕敲的感覺 但是不會有什麼嚴重的不適為痛楚 要做多少次呢? 譬如我要接手療程 療程多久? 或者我做了多少次之後 才覺得有點不同? 一個療程大約前頭20至30次左右 我們一個禮拜可能做三至五次 所以前頭三幾個禮拜 就已經可以完成西醒的療程了 一般來說我們做十次打喉 已經開始有一點感覺了 慢慢慢慢你的睡眠會越來越改善 吃肉開始有規律了 而且你的情緒會越來越改善 因為我們自己也看到有些案例會翻發 即是可能不開心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可能因為環境 或者因為各方面的因素 它又會開始不開心 可以再做的 其實可以的 不過大部份的病人做完之後 都叫做可以根治得到療痕症 當然也有小部份的案例 可能需要再補助 又或者可能用一些很低劑量的藥物 去維持著它的康復 真的病向淺中醫 有時這些東西 我們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要找適當的治療 我們很感謝你,副醫生 謝謝你 給我們介紹了這麼精彩 有這麼新的科技給我們 謝謝